大陸一考的考試現場 可以看到不少明星臉 像是這個來自山西的考生 就因為長相神似砥力熱巴 成為各家媒體近拍的對象 而來自台灣的音樂考生 也因為長相清秀甜美引起話題 不過讓網友們最清新的 還是這名腼腆的女考生 如果說10分的話 你能給自己顏值打擊 45分吧 那你這還沒幾個呢 然後因為我就是必須去考個東西 跳到那個才華 雖然自憑顏值不高 但馬尾配上清秀臉 但女考生害羞的神情 被網友封為全民初戀臉 造成不小討論 而大陸一考要求學生不能化妝 統統素顏考 視野意外搭向考生之間的 顏值大戰 TFBOYS一揚千禧 考試前就有學長拿著化妝棉 一一擦掉考生臉上的妝粉 而這名女考生更爆掉 刺激被考官近距離艷臉 剛剛我考試的時候 考官也讓我上去 他就看了一下我的臉 然後我在想 他會不會懷疑我整容 依靠追求純天然 更加考驗學生們的顏值 也意外讓考場周邊的素顏帥哥 美女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記者唐一全報導